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雲霸 疫情期間啊 我們就沒什麼事做 我們就來清潔一下家裡的電風扇 那我旁邊這支小米電風扇 不得不說 我這支小米電風扇的風 真的非常小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濾網阻塞的問題 就是前面這個風罩比較髒的關係 那沒關係 我們就先把它拆來 清潔一下 風扇啊 其實它蠻好拆的 下面有一個螺絲孔 要先從這個地方把它拆卸下來 那我們先把它倒過來 然後把這個螺絲先卸下來 好 螺絲轉下來之後 然後這個網罩把它打開來 逆時針 翻一下 它就可以卸下來 你會看到這個網罩 非常的髒 超級髒 接著我們來拆它的扇葉 這個方向是解鎖 先把它打開來 這邊也可以拆 拆到這個程度 就可以整組拿去清洗 好 接著拿來清水這邊洗一洗 直接洗就好了 非常髒 這個濾網最髒 這一定要洗 不然你的風量啊 會變得很小很小 好 洗完了 乾乾淨淨 然後就直接把它晾乾就好 好 組裝回去的步驟也很簡單 後面的比照 後面這邊都有防呆 那你就順著這個溝槽把它裝進去就好 裝進去 然後這個鎖盤轉回去 這邊有個箭頭朝上 把扇葉裝回去 那這個扇葉啊 這邊有一個溝槽 好 一樣對著這邊這個橫槓 好 把它扣上 最後把這個扇葉這個螺帽扣上之後 轉動扇葉 它就自己會懸緊了 不用太緊 最後再加上網罩 轉一下 好 它就扣緊了 最後再把螺絲鎖上 好 這樣就完成清潔了 那小米電風扇其實就這麼簡單 直接把它拆開來清潔一下就好 那我清潔的頻率 大概是每兩個月我會清一次 看情況啦 如果你家那邊的空氣比較糟的話 那就看情況就去清 好 以上這個是我的小米電風扇的 清潔拆洗的教學 那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我是尹爸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